冬奥地主国日本篮球国家队就公布了12名的选手名单 除了备受瞩目的NBA赚将巴村磊之外 另外一名现役的NBA小前锋杜边雄泰也很吸睛 身为国家队长的他誓言要带领地主队取得优秀成绩 抱着球轻轻一跳灌篮 他是现役NBA球员同时也是今年冬奥日本代表队男篮队长 26岁的杜边雄泰 出生于篮球世家杜边雄泰从小就因为爱看NBA球赛 立志成为篮球员 小学接触篮球16岁就进入国家队培训 曾加入NBA曼菲斯灰雄队 今年4月转而效力于多伦多暴龙队 是日本史上第二位NBA球星 身高206公分的他主打小前锋 三分球准度高更能稳稳地靠罚球取得分数 在日本篮坛更有万中选一的称号 不过其实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 两年前的世界杯他带领的日本队拿下全败记录 这对杜边雄泰来说难以忘怀 今年他誓言要带着日本男篮在东奥取得好成绩 把第一潮化成养分杜边雄泰坚定的决心 也让人期待他在冬奥的精彩表现 东西我欢欣欣另外一报道